为回应教友的要求 多伦多总教区提供了两个教友向圣堂奉献的方案 一个是预先授权奉献计划 英文简称PAG 另一个是网上奉献 英文简称动力NOW 虽然这些奉献的平台 并一定适合每一位教友 但堂区希望教友考虑使用 教友如果采用这些平台 堂区可以节省偏印奉献顺丰的费用 也可以减少点算义工的人手 因为由于现在的疫情之下 也可以尽量减少义工们感染的风险 现在看看如何做网上奉献 首先我们要用电脑上网 在浏览器上打上多伦多的教区的网址 即是www.archtoronto.org 然后点击蓝色箭咀所指的地方动力NOW 又或者可以到堂区CMCC的网页 点击蓝色箭咀所指的位置 当电脑转到这一网页时 请大家在蓝色箭咀所指的位置 click here to donate点击这类 这一页时我们选选奉献给堂区的地点 请点击蓝色箭咀所指的York Region & Simcoe 又或者可以点击蓝色箭咀内的马琴 在这里我们选选奉献圣堂的名字 当我们点击蓝色箭咀所指的地方 然后我们从列表中选择Chinese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CMCC 当我们选择CMCC作为奉献的对象之后 我们就输入奉献的金额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奉献是有两种的 一种是一次过的奉献 另一种是每个月重复的奉献 在这里我的例子是我会赚100元 而是作一次过的奉献 接着我们就点击蓝色箭咀族所指示的位置 表明今次的奉献是 比如作主日奉献 还是作这个唐区基金的奉献 现在我们看一看 什么叫做自动重复捐献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是入50元 而是选择了自动重复捐献 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月 每一个月 我将会是有50元奉献级级盛堂 大家请留意 是蓝色箭咀所指着的日历 当我选择这个日历的日子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这个自动重复捐献 由哪一个月份开始 但大家一定要留意 自动重复捐献是说 每个月的一号 就会是自动在你的信用卡也好 或者是你的银行户口也好 是自动转帐 现在轮到填上捐献人的姓名和地址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 第二就是所有网页上的填项 都是记录了有红色的星 这个代表所有填项都要全部填上 另外电邮地址也要小心 因为这个地址就将会是用来电邮退税收据给你们的 支付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用信用卡 第二种是可以用银行户口 现在我们看看用信用卡支付的方法 首先当然我们要填上信用卡持有人的名字 和信用卡的号码等等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所有在网页上的填项 都是mark 了红色的星 这个是表示所有填项都必须填上 至于信用卡的类别 我们现在是接受Visa MasterCard 或者American Express的支付 至于如何找到信用卡的security code的资料 大家可以参考红色箭嘴所指的位置 点击这类 就会有不同信用卡的资料 可以供大家参考 最后点击动力闹 支付就大功告成 在这里我们看看如何用Direct Debit 或者即是银行户口 去支付奉献 大家也都请盡注意 在网页上mark 有红星的填项 是必须填上的 大家如果点击红色箭嘴所指的文号 你会见到一张附上的支票 这是给大家参考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如何去找到自己的bank number transit number 和account number 最后点击动力闹 支付就大功告成 最后要向大家说明 用网上奉献 发放退税收据的方法 用信用卡作一次性的奉献 教区的退税收据 将会用电邮即时发放 所以教友应该小心填上正确的电邮地址 用信用卡作定时的重复捐献 教区将会在年度完结后 邮寄累积金额的退税收据 用银行账户捐献 退税收据由cmcc负责 将会在年度完结后 给予教友 多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